延迟一天之后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火箭 列银9号终于成功升空 这枚火箭的主要任务 是为了孟加拉发射第一枚高轨道通信卫星 这让孟加拉能够实践互联网临死角的梦想 列银9号将孟加拉国这颗重达3.5吨的通信卫星 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之后 第一极火箭也成功返航降落在海面回收船上 根据数据统计 孟加拉行动网络普及度相当的低 甚至有些人只拥有智慧型手机本身 却没有开通网络 而这跟国家经济有关之外 一直以来都没有通信卫星所造成的行动品质低落 也是孟加拉网络普及度低落的主因 而这次列银9号成功搭载孟加拉首枚通信卫星升空 弥补了海底电缆通信的不足 渴望活络当地互联网 为在当地互联网上面的使用注入新活水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永如整理报道